香港媒体12号报道 中共新上任的总书记习近平 10号到广州的东豪勇博物馆参观 附近道路被封 与中共喉舌宣传的 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 八项规定中的不封路 不清场不相符 事实与官方的宣传究竟如何 请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香港明报报道 习近平上午去广州东豪勇博物馆参观 至邻近居民透露 附近路段一早就不准人车进入 而与习握手交谈的 都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而且附近的商铺也一履关门 警察更入住马路对面的民居监控 东豪勇高架桥一度封闭 造成附近大赛车 对此新唐人采访了 东豪勇博物馆附近餐厅的服务员 警察多吗 多便衣警察很多 我们这边都都是这样的 反正你搞什么活动啊 那些便衣啊 特别便衣很多都是武警嘛 群众都是特定的 所有店铺都关门啊 广东汤姓市民还表示 有些店铺不关门 很多武警就穿着群众的衣服 在店里面 或者安排党政机关的人站出来 官员要见老百姓 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了 百姓要说什么话都是有安排的 而网友也发表了 东豪勇高架桥被封的图片 汤先生表示 对于习近平所说的 不封禄不清常 那是中国的国情 说一套做一套 而报道引用当地居民的话说 去年八月 胡锦涛下午到访东豪勇 警察在居民家中也驻守了大半天 新常人记者天静金童采访报道 什么都很像 对于乱老百姓 至于乱留的